新冠疫情仍然困扰香港 何时通关? 特首林郑月娥的施政报告完全没有提示时间表 香港经济复苏仍然在等待 除了接种疫苗未达标之外 香港至今仍然有死眼派不肯用安心出行 每次吃丝都仍然会看到有人不用安心出行在排队填纸 当中填布的资料是怎样? 没有人去查 一旦出现社区爆发可能难以追查 据说填纸仔的人是不想特区政府某些特别部门 获取他们的个人资料 这个此是而非的想法实在令人不解 特区政府要拿你的个人资料 真是随时可以拿得到 现在的社会除了仍然不会上网 或者没有用智能手机的部分长者之外 相信只要有手机就有可能将个人资料外洩 用安心出行看来像是小事 但作为一位有责任感的市民 为人为己都应该配合 特区政府应该向欧美民主国家学习 强制所有人都要用安心出行 不接受填纸 否则食事和食客都要罚款 欧美各国都采用强间措施来对抗疫情 意大利政府强制所有雇员 要出事打针证明才可以上班 私营机构没有证明会被停职 工营机构有五次没有证明都会停职 最重要的是雇主和雇员都要被罚款 黄丝认为是许地民主组中的美国 总统拜登在上个月颁令 强制固员人数过百企业的上班人士 要接种新冠疫苗 又推动打第三针加强剂 虽然共和党的德州州长表明禁止州内 强制的打针令 但是在德州的两大企业 面书和谷歌都要求上班公室的员工要有打针证明 这些较少人留意的国际新闻 可以反映出欧美等所谓民主国家 为了自己国家利益一样强制执法 但对于其他国家和地区 他们就会为你订制一个他们认为的民主标准 要你去遵从 最近中国驻洛杉基总领事馆提醒 禁止洛杉基出入境的中国留学生注意安全风险 法文表示多名中国留学生在洛杉基入境时 被美国边检执法人员反复盘问 到美国学习的目的 过往学业成绩是否曾经就业 有没有受过纪律处分 是否透涉实验室数据等等 有些还遭到威胁、恐吓 甚至被限制自由长达数十小时 最终被拒绝入境遣返中国 而有部分中国留学生离境时 就被美国执法人员盘查 被没收个人电子设备 如果这些事发生在香港会是怎样? 对于美国这些不合理对待中国留学生的行为 黄思自然不会出来批评 记得去年 外国驻港记者工作签证申请批发扫持 香港的黄思和黄梅已经大叫大跳作为配合 国安法在香港实施 黄梅不能够作新闻来配合他们的主旨 外国传媒机构不能指指点点 自古不下的美国不再说三道四 是黑暴期间纵容暴力的机协 还可以像过去几年那样 发表红线扼杀自由 危胜下的自由 和破碎的自由等所谓言论自由联报 黄梅克特区政府吗?